大家好,我是2月的時候,我接觸了很多新產品 有些是自己買的,有些是自用的 所以今天就不拍每月最愛了 我打算用比較輕鬆的形式 跟大家說一下我2月的時候接觸了什麼產品 有些是非常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在我分享之前,大家記得按個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有什麼新消息,新影片,或者是便宜的新資訊 大家都不會錯過了 好,今天既然是cheat chat片,我就決定開了一罐啤酒 這個是台灣啤酒的蜂蜜味 最近很喜歡喝這個,在超級市場就買到了 很爽,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它大約是8元罐 喝下去真的有一種蜂蜜的味道,甜甜的 沒有平時啤酒那麼苦 所以我最近真的很喜歡喝 說開喝啤酒,那就一定要有些做酒的小食 我想說這個真的大推給大家 一打開包裝,超級無敵香的魷魚味 它是一些脆脆的 聽不聽到那些很清脆的聲音 它是一個辣的炸魷魚片 本身看到這個樣子有點不想買它 但我有朋友是極力推介買了一包之後 我就掃了三包回家了 但如果空口吃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它太鹹和太辣了 所以一定要送酒 說起酒,又說起Donky 最近我經常在Story跟大家分享一瓶土的酒 其他東西你也可以憑記憶 但這個要記住 買到它是一個機緣巧合 因為最近去Donky 完全找不到我很喜歡的綠茶梅酒 但我又很想喝一些甜甜的酒 看到這個樣子就笑女心爆發 它有69.8元,非常值得試 誰知道一試就買了5枝回去 現在這枝已經是最後一枝了 所以真的非常適合女生喝 如果你喜歡甜甜的,很香的 它裡面有30%的土果汁 所以真的不像在喝酒 但它也不是最便宜的 因為想著補貨的時候 我發現了另外一枝,你看 是大很多的 它是比較大 才貴10元,79元而已 裡面還有50%的果汁 不過這枝我還沒試 我只買了一枝回來試試水溫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追蹤我Instagram 我一定會喝的時候 跟大家說一下它好不好喝的 我最喜歡分享酒的了 酒又喝完 剛剛肥膩的東西 又吃了這麼多塊 有沒有發現我的唇膏沒有脫色 依然是比較紅潤的呢?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這枝唇膏 這枝唇膏有一天我逛街的時候 發現我的袋子沒有唇膏 但之後要拍照 就隨便買了一枝 誰知道買了一枝好的東西回來 就是Excel的這枝霧面唇膏 它的色號就是LV03 這枝唇膏很滑很輕身的 一個爛番茄的顏色 推開的時候是很透薄的 不會是非常實色 重點是它很持久和不會黏口罩的 我現在有張紙巾 白色的 然後之後 大力到已經拔爛了一張紙巾 你會看到它防尖染的能力也很高 當然如果你是很大力地抹嘴 它也是會黏到在紙巾上面 也很明顯 而且它可以做到少少染唇的效果 所以就算它之後脫掉也好 都不會面毛血色的 你看到呢 非常之容易塗的 我塗在中間 然後用手指推開它 血色就會回來的 這個顏色都很顯白 就算是黃皮膚也會用得到 接著到這兩盒磚方面 我之前看到它們賣一送一 在Story 大家是瘋狂的DM我 叫我快點去試用 然後拍片講一下感受 所以我就趕快去敷了 每樣都敷了一次 它們的價錢真的挺划算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九十多元 就有兩盒 一盒就有七塊 我買的就是完美彈潤透亮面膜 以及完美彈潤水冷面膜 我的感受就是不過不失 對得住價錢的 它們的精華是比較水狀 敷完之後整塊臉很水癢 需要一些時間去吸收 之後我就會用濕了的洗面筋 去抹乾淨臉 而它的效果都是跟一般的開架面膜 差不多做到即時的保濕 所以通常我都會在底下 例如拿一些美白的精華 再敷這一類型的便宜面膜 就可以壓到精華 吸收到皮膚 而不會浪費 這就是我對便宜開架面膜的用途 所以你問我值不值得買的話 減價是OK的 做到一般的保濕效果 但如果你追求一些比較有效的 很厲害的面膜 那它就不是了 接著就到一些我最近收到的產品 第一樣就是解決了我去年 一直以來都卡住了的問題 就是關於抗疫、消毒這件事 就是BioGuard他們寄給我的一系列消毒產品 重點是有證書證明 他們BioGuard的產品 是可以殺死到COVID-19的病毒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孤流寡聞 好像是第一次聽到這一類型的證明 之前噴的消毒產品 整個臉都腫了 整個眼睛 腫到雞蛋 我又試過 接著一噴一些很大的味道 就整天打黑癡 所以這次收到BioGuard 我用了幾個星期 真的覺得非常不錯 首先它是沒有酒精 所以皮膚敏感或濕疹 都會比較安心使用 第二它們是寵物都可以用的 所以我會用這支小小的 噴在紙巾或毛巾上 每天散完布 就可以幫它做好消毒的措施 除了這支以外 我都很喜歡它們的泡泡搓手液 因為擠出來是跟泡泡洗手的感覺 是沒有分別的 很綿密的 然後你擦開 是不會有那種乾蒸蒸的酒精 因為它裡面是沒有酒精的 然後還有一支是類似空氣清新劑 可以用來噴車、噴廁 我用來噴長洲的 因為每個星期回去一次 我都會大噴去當消毒一次 另外也有大支妝 我自己是用來抹包裹的 你都知道這些防疫的東西 一直要用下去 所以它除了給我試用之外 亦都給了我一個Promotion Code 之後買就會繼續有折 我亦都問過 可以分享一個Promotion Code給大家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看看 它的產品不貴 這個這麼大支才八多元 接著就到一些護膚品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白了很多 是真的 看到那個差異 我就是靠一支的美白精華 這支是Kiehl's的醫學維斯淡斑精華 這個美白精華 它是透明的 但不是完全很流質的 你會看到它慢慢流下來 而且你擦開的時候 是有厚度的 大家都知道我是不介意自己健康膚色的 所以我對美白這件事 一向都不是很fancy 原本用這支 我是打算去這顆斑 這裡面有一顆很明顯 和很大的斑 就有點在意 就打算去看看它有沒有用 誰知用了一個星期 多一點 真的很快 凹斑就暗辣不倒的 但我整個臉 就白了兩度 實在太快 而且我完全沒有敏感 對 因為很多美白產品 例如 這支 我是很努力去試 但哪一天使用 哪一天使用 哪一天使用 都不要緊的 我都繼續使用 因為睡醒就沒事了 我自己 四五天要連續使用 但如果你中間過了一天 然後那天曬過太陽 是會黑的 這件事很誠實 就告訴大家 雖然是公關品 但它真的非常有效 但一定要一直使用 然後就是LUSH這個 很夢幻的面膜 這個甜碎潤紮面膜 裡面是一個很漂亮的紫色 它的味道真的很香甜 敷完之後 整個人都很放鬆 然後臉 會又柔軟了 又滑了 是一個很棒的面膜 跟之前的咖啡面膜 又不一樣 因為那個 敷完之後 整個人都很精神 而且它的磨砂粒子 是比較明朗 所以感受 又變了不一樣 兩個要我選一個 我是不會選 用完這一盒 就買咖啡 用完咖啡 買回這一盒 那就完美了 然後最近收到 EVE HOCHI的一些產品 我開了其中兩樣東西 這支的精華 在開之前 已經被朋友消到板板聲 因為它說它用完 頸紋是減淡了很多 之後它自己是比較年輕 沒有臉的紋問題 但是我就不同了 我最近 不知道大家看片 有沒有發現 我的苦紋是厲害了很多 所以我自己很在意 但是關於減紋的產品 我自己又不是太多 所以我就馬上開了這一支 其實我不是用了很久 我用了5天至1個星期左右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 感覺上好像心理作用 是淡了的 所以我自己就特地拍了一張 是第一天用 還有我剪片的時候 應該差不多用了十多天 大家看看有沒有一個分別 就比較客觀 給大家看看 這支是他們的花碎鋼細胞全效精華 質地是有一點稠的 有一點覺得像瘋黃漿的感覺 但是你推出來 你會看到一點都不黏 不會很厚 然後是非常滑的 他們的產品是法國製造 其實紋得出的 平時塗在臉上沒有那麼濃烈的 但是一在手上 你真的感覺到那種很高貴 很luxury 然後很有法國風情 那種女人味 然後我都開了他們的眼霜 因為我看中了他們的頭 是一個金屬 摸下去是非常冰涼的 頭兩天按可以按到起沙 非常之舒服 黑眼圈暫時沒有太大的感受 差不多 不過眼袋可以看上星期的影片 和今星期的分別 中間就剛剛好是用了它 設定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也沒有加遮瑕膏 什麼方法去遮眼袋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客觀一點 去看到分別 有沒有很明顯 你不要看它是一個抗衰老系列 就會覺得一定很黏 或者會生油脂黏 它吸收得很快 我按完這隻眼 然後按這隻眼 打算回頭再按的時候 按不了 因為已經吸收了 絕著了 所以這個質感很驚喜 因為我本身都以為 一定是油脂黏 抗衰老 所以我會繼續用下去 大家遲些再聽我的更新 給大家看看 它是一個白色的 看起來好像很滋 但是你推開 你看看 已經吸收了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買了 或者收到的一些產品 和一些短暫的用後感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形式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錄兩條新片 逢是錄的 就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終於可以下班了 耶